關心幫我爸的這份工作 那在這邊其實我想講一下 我一開始接觸日藥的時候 我覺得從現在來回想我當初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我有四個缺點 第一是容易放棄 然後分心 為了自己沒自信 那怎麼講容易放棄 因為剛開始接觸這個領域 我覺得對元素來說 我覺得我沒有太大的勇氣 因為都是要開口去講話 那其實這個產業就是要 我覺得就是服務很重要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爸把我定位的是說 他會丟幾個客戶給我去跑 那其他是我自己有點像是電訪 電訪的方式去拜訪 那其實電訪雖然是方便 可是我覺得他 比較沒辦法親自去感受到 顧客在電話中的那個情緒 所以就加上我自己沒有自信 很常講一講 就是變成各自講各自了 然後我就放棄了 因為他們很常 元素都會交忙 都會說我沒時間 我沒空 我不行 對,然後我就很容易放棄 那慢慢導向 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是 因為中正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中正算是幫我鋪了一個路 那在開發新客戶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找到主要的負責人 比如說園長或是主人 那對於我來說 要接觸他們 再聊這一塊會比較有用 再來是改變 其實在這邊要先謝謝小智 因為早期其實 我跑市場都是小智陪伴我 就是去跑各個元素 我覺得累得比較是他 那其實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而且他也不會吝嗇 他會主動去跟我分享一些 除了元素 你可以聊產品以外 你還可以去跟他分享一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元素 年輕人都出來了 那其實你單純跟他聊一個產品 會有點像賞人的感覺 就是你來好像要收錢 然後有點像是要辦強迫他去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從他身上學到是 我覺得他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分享給元素 比如說像現在的評鑑 或者是元素一些環境設備 有沒有額外需要派思 這些可以幫忙的東西 那第一個是我慢慢覺得 我對產品我覺得要有自信 這個可能要從我爸升上學 我覺得他對產品都蠻有自信的 因為我覺得他挑選每個版品 我覺得有自信講話才有說服力 所以我自己慢慢也覺得是這樣子 那再來是從顧客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以前的我不太會說話 我坦白講 就是我講一個東西其實我就是很直接的 比如說我問顧客說 請問員長你們有使用網站嗎 你們自己元素裡面有沒有使用網站 那假設他說沒有 我可能直接就導向 我想要 我一直很想要推產品嘛 所以我會直接講 網站的好在哪 在哪 不好在哪裡 那其實我現在從顧客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我可能會 一樣是詢問員所說有沒有使用網站 但是我可能會問他說 假設他有用網站好了 我會詢問說 那員長你們都多久更新一次 那你們知道你們更新完 加上都真的有看嗎 有看你們的網站嗎 不然更新就沒有太有意義 我是慢慢導入東西進去的 因為又加上日藥還有推一個APP 我覺得這東西是很大的動力 再來後面兩個是解決問題跟服務 這個是我跑後半年 前半年不敢說 因為前半年我是兩分工作 後半年就發現解決問題跟服務 我覺得有時候會遠遠超過產品本身 因為如果你可以解決員所的一些問題 及服務做到很確實的話 我覺得有時候部分員所 他是看人不會看人的產品 我覺得在推一個產品的時候 會更容易 那這是我自己分析 我自己在我新圖區 比較多會問的三個問題 就是在網站 比如說你們的產品跟摩擦最大的差異在哪 這個其實我在半年前 我真的說不出來 我不知道 熱藥的東西是跟摩擦最大的差異在哪 不知道可以問下面的人 可以問Lisa嗎 如果有元首在半年前 還沒有走幼兒園 如果在還沒有推出APP的時候 有元首問這個的話 你沒有什麼可以回答 問陳明基最準 沒辦法問 蛤? 沒辦法問 蛤? 因為終於 日藥的東西是跟 博比是有一些差異出來的 這個東西 我就是比較 就是在講話方面 我會比較有自信 可以跟他講 我們的差異在哪 真正差別 那在哪邊 那再來是 我能不能網站 不要跟大家都長一樣 因為其實 日藥的網站是公版 可是其實我會用 我的方式會說 就是幫元首去評估說 其實他在外面 也可以去制製那個 制定的版型 可是其實每個版型 跟每個按鈕 都是額外在收費 那其實 如果像元首一開始 要使用網站的話 勢必 你是不可能會太清楚說 你到底 你一定會使用什麼功能 那其實日藥 他已經幫你們統整出 所有的功能 或者是你以後未來 你發現原來我也可以用的東西 那版型 雖然是公版 可是我們每個內建 都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就是每一塊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去做說服 還沒有說服力 再來IE跟Google瀏覽 其實可以搜尋得到 這個是 常搜尋就搜尋得到 再來是用 因為像我APP的部分 我其實都是找我 固定的網站客群 那我是希望說 你跟他講完 他可以謝謝你 不是說你不要再來這樣 這有分析三個 一個是訊息照片 主動出擊零負擔 然後不怕遺漏網站的任何訊息 操作簡單又便利 那其實第一個的話 我覺得還蠻有 就是原所聽完 會蠻有動 心動的感覺 因為部分 我覺得原所在 他們在選擇產品的時候 他們都會想到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要分配給誰來做 因為譬如說 他如果要分配給老師 那老師就會又多一個負擔了 那其實APP的功能 我覺得他是沒有任何負擔 我會跟原所說 你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一樣是在用電腦 你也可以用手機 我們只是多一個工具給你 那假設你一樣用傳統的方式 用電腦去做更新維護 包括家長最愛看的照片 那其實你更新完 我們現在是轉換一個角度 我們是變成主動給我訊息給家長 我覺得那個服務會是比較完整 而且你也不用多做其他的事情 其實跟傳統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再來不怕遺漏網站的任何訊息 因為網站勢必有時候會有留言 那留言的部分 你不可能每天都會開電腦去做看的動作 可是現在手機基本上 每個人都是比較不理身 所以這個部分算是蠻有吸引力 那再來就是操作簡單 有便利 這是我自己在網站上看到一個文章 然後我想分享給大家 這邊是一口田旁邊有神的保佑 你們猜是什麼字 它是福 那如果一口田上面加個屋頂 表示有房有田 那是福 那如果一口腳長了腳 要你行動要你進去 去得到那一口田 你們猜看是什麼字 還是我直接公布 他是B 那上面是這樣寫的 上班的人 禮拜一早上不去 不想去 還得去 因為生活B 那念書的學生 每天放學 不想做功課 還得做 因為市長B 一個人在家不入廚房的人 留學在外 居然燒著一手好菜 因為我滿進B 一個登山者 跳過一條他平常 絕不敢跳的深溝 因為有隻野獸B 因為我覺得做每件事情 都要有一個動力 我覺得才會越做越好 那其實我的動力 就是我來自朋友 因為我覺得朋友 當中學習到滿多 而且我爸年紀也很小 我就希望他可以 就是可以慢慢的 就是我可以來幫他負責的 越多越好 那在這邊我想分享一個影片 成功就在你面前 只要你不顧一切的鼓勵 小朋友 我沒有想發動 我沒有想跟你一起 我真的想避開 我真的要想要你 鬼的那靈某 在在他那邊 中學生 我真的想要你 不用怕 在這裡 我這件事 都很廢我 你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我真的想不想要你 也不想要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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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